韩国MNET电视台人气选秀节目Produce 101的制作人安俊英和MNET战略内容事业部部长金融范 今日因为涉嫌伪造赛果被法院颁发拘留令 据悉安俊英在受查时已经承认在Produce 101第三季Produce 48以及第四季Produce X 101中造假 但就否认第一季及第二季有黑幕 而警方也发现安俊英自从去年下半年起或事务所相关人士招待到娱乐场所 曾40次接受数百万韩元的现金 共收取超过1亿韩元约62万元人民币 警方除了调查Produce 101有否造假之外 也已开始调查包括偶像学校等其他MNET制作的选秀节目 另外因为安俊英承认了Produce 48及Produce 101都有造假 因此通过Produce 48出身的限定旅团S1 以及Produce X 101出身的限定男团X1 之后的演艺活动都受到影响 其中S1原定在11月11日推出首张正规专辑Bloom Ice 并将在当天举行回归showcase 但所属的Off the Record事务所11月7日就宣布当天的回归showcase将会取消 而S1早前已经为JTBC节目Idle Room进行录影 电视台相关人士就表示虽然节目已经录制完毕 但未确定会否播出会等待调查结果再做决定 而MNES电视台11月7日也宣布S1的新专辑将会延期推出 原定11日播出的回归节目也将延期播出 此外至于9月结束出道专辑宣传活动的X1 将在10日在泰国曼谷参加韩流演唱会 并在16日会在韩国出席2019V-Life Awards V-Heartbeat颁奖礼 V-Life方面表示X1暂时还在出席名单之内 但所有出席嘉宾都有可能变动 所以不能完全确定X1会出席 而11月7日也有消息指 X1至今仍为和母公司CJ E&M签约 多个月来CJ E&M曾多次的和成员的事务所就合约事宜见面 但因为造假风波 事务所都希望等待调查结束之后才签约 此外11月7日晚有消息指 X1的某位成员所属社相关人士 在近日受访时就造假事件发生 对方表示不如让X1解散更好 团队根本没法活动 既然安俊英PD已经承认造假 那我更愿意解散 据悉X1成员的最终安排 想在警方11日公布调查结果之后决定 不过既然PD已经承认造假 换句话说 X1和X1的部分成员是因为造假才诞生 因此在法理上已经失去了陈俊的理由 但显然这对于已经投入活动的X1和X1成员 乃至他们的粉丝来说 都是难以接受的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